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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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了一点 但并无大碍 陈少 我昨天刚战斗过 受过伤 是否等我伤势痊愈了再 一点小伤而已 分分钟就能搞定 不必紧张 你这是干什么 呃 我不脱衣服 陈少 你怎么治疗啊 我施展的是非针似血 我用脱衣服的 嗯 嗯 啊 啊 啊 嗯 这就结束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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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困这么多年 我竟然直接突破天际了 从今往后 不管陈少年有什么吩咐 岛山火海 在所不辞 左统领 你这是做什么 快快起来 陈少 你不明白 曾经 我是成为军中最杰出的人才 风光一时 后来冲击天际失败 跌落谷底 五年来 我受到了太多的白眼 势态炎凉 本以为自己这辈子 就只能消沉下去 却不曾想 还有今天 是陈少 您给了我心胜 起来吧 你能突破 靠的是你自己的努力 多谢陈少 以后左力 便是您的手下 为您效全马之劳 天色也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 属下告达 就等丹阁的消息了 才不到一个礼拜 狂战五计便突破到了第二重 听说 听说朝堂上秦苑红将责任都推到了秦勇身上 现在秦勇死无对证 陛下也无法处置了 而且听说那个家伙也要回来 秦家第一天才忙 听说了 秦家长子秦锋应大齐国皇室征招 正从边疆启程回都 参加这一次的血灵池之行 无日便能回到王都 八个名额 秦家独得两个 不愧是军神世家 太受陛下宠爱了 依我看 陛下之所以将这秦锋召回 确实听说秦锋不久前在边境 打破上万大位铁骑 立下标禀战功 令五王轻霸天 在边境又掌控我大齐国大半军马 心有忌惮 这才找秦锋归来 圣上心思 岂是你我能随意揣测的 秦锋五年前参加军武之时 便已是地级强者 如今五年过去 依然成为我大齐国 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若他经历血灵池洗礼 代表大齐国 参加这一届的五国大比 我大齐国定能一军突起 我那个好弟弟 没来迎接我吗 不是说秦锋现在重伤在身 变成废人了吗 秦锋恐怕是在说秦晨 听说我那好弟弟 在王都闹出了一些动静 还打伤了秦锋 我这做大哥的 看来得好好清理一下门户了 秦锋一上来就叫板秦晨 这是要兄弟相藏吗 看来有好戏看了 秦晨这小子要打人了 他废了秦分 秦锋作为大哥岂会置之不理 秦锋早年 由我王都第一天才支撑 十四岁就突破地极 举世无双 秦晨再强 襄张新疆 也不是秦锋束昭之地 两个人根本 不在一个级别上 快喝 徐总 糟糕 吉语